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在半道染上重病 也因此引发了改变他命运之势 田地里里则救牛 刘家庄言而失善 他急匆匆向家里赶 沿途顾不上吃喝住店 几日后就开始感觉不适 可他心中太过焦急 强忍着不适向前赶 只想尽快回到家 眼见拱舟在望 这日傍晚行道处村庄边 正值秋天 人们开始讲卖 田地里一个中年人正在破口大骂 他骂的是前面拉楼的黄牛 地汉坚硬 他竟是拖拉不动 这中年人恼怒异常 一看就是个火爆脾气 贱骂不管用 就开始用鞭子抽 李则看得大为不忍 加上身体不适 就坐在路边边休息 边看着人要对黄牛如何 你如此老迈 还不干活 且等着 黄牛似能听懂 奋力前倾 脖子向前伸 四肢蹄子努力向后登 想要取悦主人 可仍然是徒劳 中年人鞭子落得更急 黄牛 摸摸直叫 极为可怜 李则明白 这中年人说 晚上杀牛应该是气话 他不舍得杀 也不敢杀 他仍然不忍心 强撑着身子站起来 对着中年人喊 这位老哥 黄牛年迈 实在拉不动 你如此抽打他 却也改变不了什么 何必呢 不料 他一说话 惹得主人更加恼怒 鞭子也抽得更加疯狂 边抽边喊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李则看了十分内疚 想了想后说道 这样吧 你将牛卖于我 拿了钱再去买头力壮之牛 也不用再生气 中年人听后 眼珠直转 看李则所穿衣服 倒像是个有钱人家的公子 既然如此 李则也料到此人会很要一笔 他身上有钱 也并不在意多要 两相商量完毕 他出钱 对方将牛绳递过来后 就赶紧离开 他是怕李则反悔 看人走远 李则看着这头牛发了愁 刚才看他挨打而买了下来 他还着急向家里赶 他发愁 黄牛盯着他直看 不时用脑袋拱一下他 仿佛知道他救了自己似的 爱 老牛啊老牛 要不我将你放生 你逃命去吧 他说完就松开了牛绳 可老牛不走 他向前走 牛便跟着牛 他停下 牛也停下 牛叫了两声后跪在地上 看样子竟是想让他骑上去 他思索一阵后爬上了牛背 老牛拉楼拉不动 可驼人仍然不费劲 见他坐好 就慢慢开始向前走 老牛行走并不快 骑在上面的李则 被晃得眼皮直打架 支撑不住 竟是在牛背上昏迷过去 等他再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一堆枯草之上 牛呢 他赶紧转头看 不料竟看到一个小婢女 吓得他赶紧转头时 又看到一张小姐打扮的俏脸 仔细一瞧 老牛在此小姐身边 这是怎么回事 看他茫然不解 小婢女说道 你从牛背上摔下 幸好碰到我家小姐 否则被人嫁进黑店 做成人肉包子也说不定 李则强撑着身子 想要站起失礼 奈何全身无力 根本起不来 小姐看他无力 且把他带回家中 请郎中给他诊治 小婢女想说什么 没有说出来 但怎么带他 他们两个姑娘 难不成要把人背回家 那样老爷非得气疯不行 这时候 一边的老牛动了 他又跪在了李则身前 两个姑娘十分惊奇 开始向村里而去 在路上 从嘴快的小婢女言语中得知 他们家小姐名唤炎儿 姓刘 人家主仆两个外出玩耍 正好看到李则从牛背上摔下 李则听得迷迷糊糊 还没到刘炎儿家中 便又在黄牛后背上昏迷 发现自己在一间屋中 见他睁眼 小婢女惊喜喊道 醒了 他醒了 李则此时感觉身上有了点力气 撑起身子一看 刘炎儿站在门外 屋里还有各园外打扮的人 脸色阴沉 应该是家主 也就是刘炎儿的父亲 只觉嘴里干苦难闻 他已经昏迷了三天三夜 是刘家小姐帮他找了郎中 每日里肩要喂福 换句话说 人家救了他 牛呢 小婢女见他醒来 先担心牛 不由得又气又笑 他其实也不是大病 就是急火攻心 而且从他穿的衣服上 也能看出来 他并不是穷苦之人 刘炎儿的父亲 阴沉着脸开始询问 他是怎么回事 他把情况说了一下 等他说出自己父亲的名字 刘炎儿的父亲若有所思 阴沉的脸慢慢舒缓 看样子竟是听说过 李泽父亲做生意很有名 既然如此 公子且在此处歇息几日 等病好了再走 你的牛在驴圈养着 不用担心 听了刘父的话 李泽不想答应 他只想赶紧回到家中 可身子太过虚弱 想走也是不能 只好点头答应 他在刘家 一住便是半月有余 将身子完全养好 刘炎儿和小婢女会 时不时来看他一眼 交谈不多 可李泽感激之余 还对刘炎儿产生了巨大好感 刘炎儿似乎对他也有好感 连小婢女都看出来了 打趣小姐 我的小姐呀 这女大当嫁 男大当娶 小姐和李公子年龄相当 以她的家境 老爷也定然不会反对 不正是好事一件吗 刘炎儿听得面红耳赤时 父亲一脸严肃出现 走向了李泽所住的房间 李泽正在哭作 等回到家中 把事情处理完 他还要回来 好好感谢刘家 如果到时候 刘炎儿还未婚配 他会托人来提亲 见刘元外进来 他赶紧失礼 刘元外拉着他的手 张嘴说出一句 让他瞠目结舌的话 李公子 炎儿已到婚配之年 李泽听得呆住了 刘元外 这是要将炎儿 许配给自己 二 刘家庄元外许妻 拱州城 李泽落难 见他发呆 刘元外似有不喜 李公子不愿意 他赶紧摇头 愿意 愿意 刘小姐漂亮善良 李泽当然愿意 外面偷听的刘元儿 羞红了脸 低头看着自己脚尖 两手微微颤抖 翘脸上不觉露出了笑容 小婢女伸手捅了一下 他 他使劲跺脚 然后跑向了自己闺房 既然如此 咱们就将 刘元外的话 却被李泽打断 此次回家 是文厅家父出了意外 再说婚配之事 需让父母知晓 此时成婚肯定不行 我且先回去 然后便拖人来提亲 刘元外想了想 便点头答应 不过还是先写了婚约书 李泽不反对 就这样 他被炎儿所救 为两个孩子指了婚 当然了 此事是李泽同意的 刘元儿也同意 这本是好事一件 事实上 直到现在 李泽仍然不相信 父亲病亡的事 他认为 那些盘了家中店铺的人 在跟自己开玩笑 父亲好好的 又怎么会病亡 回到家中 他则马上派人来 刘家提亲 并且和刘元儿成婚 就这样 他在刘家住了 将近二十天后 带着黄牛再次出发 奔家里而去 临走时 炎儿相送 小声说 自己会等着他来 也希望他不要忘了承诺 李泽当然不会忘 他怎么能忘记 况且他也看上人家 刘元儿了 此女漂亮善良 娶回家准不会错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几个月前离家时 家里还好好的 再回来 家里已经物是人非 家中父亲的确已经病亡 而且是从生意上得的病 一直以算盘 打得经被人撑到的人 这次却被别人算计 导致家中生意 尽数丢失 而且还赔了人家不少钱 几乎是家里的全部 父亲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病倒 不出一月便撒手而去 李泽母亲早些年 已经顽固 加上李泽踪迹不见 家里那些下人 将东西偷搬一空 李泽回来 就只剩下一个空宅子 他伤心欲绝葬了父亲 每每想起 便是弯心之痛 他内疚 他觉得对不起父亲 对不起这个家 父亲让他去外面锻炼 已至家中出了如此大事 却找不到他 如果他在家 能劝导父亲 也许父亲不会就此而去 更因为他不在家 导致家里东西被搬一空 父亲辛苦半辈子之下的家业 就此消失 他能不内疚吗 他能不生气吗 什么提亲 什么成亲 都成了静中月水中花 他得为父亲守孝三年 这三年之中 不能成婚 人家刘炎儿 又岂会等他三年 再说了 刘炎外 为什么那么着急 将女儿许配给自己 又为什么还要写婚约 无非是知道自己父亲 现在成了这样 人家还会同意吗 他每日守着父亲坟墓伤心 哪里还有心思想 自己娶妻之事 时间一晃就是一年 家里已经没有别人 他干脆搬到了野地里居住 就在离父亲墓地不远的地方 搭了间简单的棚子住下 之前说过的道家 马上派人来提亲 也被他慢慢忽略 他认为 这件事要黄了时 刘炎儿突然出现 刘炎儿带着小婢女找了过来 见到她就哭 埋怨她说了不算 说好的事 为什么迟迟不见她回转 李泽非常内疚 让她该嫁别人就嫁了吧 自己的生活从此已经改变 刘炎儿文言大怒 他当初就李泽时 可不知道她的家境 看重她时 也是看的人 而不是什么家产 如今都有了婚约 岂能再改嫁别人 李泽听后非常感动 又如何能娶 刘炎儿见她只是家中生变 也需要守孝 这才没有再去自己家中 也就原谅了她 既然需要守孝 那么终有结束的时候 等到结束了再去 李泽还能说什么 得妻如此 夫妇何求 只是 实际上 刘炎儿不知道的是 她没有到拱州时 刘炎外已经来过 也得知了李家生变 刘炎外此时已经后悔 她当初为什么要着急 把女儿许配给李泽 就是因为她知道 李泽父亲的名头 也知道她家富有 现在李家生出大变 有过婚约也可以反悔 刘炎外在家中 已经为女儿重新物色了别的女婿 刘炎儿对此却一无所知 一晃三年过去 李泽首校期满 决定开始着手自己的婚事 之前说的是 派人去刘家提亲 如今家中 已经只有她一个人 她的计划是 自己去后 向刘炎外说明情况 然后迎娶刘炎儿 经过上次 刘炎儿亲自去拱州 她相信这个姑娘 不会变心 一定还等着自己 可是 她却并不知道 这些日子 刘炎儿承受了 什么样的压力和苦难 她不同意 说自己已经被许给 拱州李家 岂能再许别人 她不嫁 刘炎外用尽白发 刘炎儿整日以泪洗面 等她到了刘家庄 却被刘炎外痛骂了一通 刘炎外说 她没有良心 三年前被刘家搭救 甚至将女儿许配给她 她却一去不回头 现在已经将刘炎儿 又许人家 让她死了这条心 李泽也是聪明人 知道刘炎外 这是反悔了 她虽然从小顽劣 却绝不是个无赖 况且连刘炎儿的面 也没有见到 这使她断定 刘炎儿也变了心 她再去纠缠 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 伤心欲绝的李泽 面红耳赤 回转拱州 此一去 断了她想取 刘炎儿的心 刘炎儿是不是 已经嫁人了 并没有 这三年 她非常难熬 父亲一下 逼她嫁人 她却苦等李泽 父女两个 闹得非常僵 刘炎外 将炎儿和小婢女 关在后院中 不准出来 并且还派人看守 这就是刘炎儿 并没有露面的原因 等李泽走后 刘炎儿方 才被放出来 如同傻了一般 任由父亲 安排自己的婚事 刘炎外 将炎儿 许配了一个 当地叫陈静的人 单家境殷实 平时不是生产 年纪轻轻就心思深沉 最喜欢玩殷招 家业很大 光是收租 便吃喝不愁 陈静生得丑陋 却对一般的姑娘 看不上眼 独独看上了刘炎儿 重金许诺之下 刘炎外动心 从拱州回来 她便已经决定 把女儿嫁给陈静 刘炎儿怎么能同意 一直闹了将近两年 如今 她万念俱灰 刘炎外十分高兴 女儿终于死了 嫁给李泽的心 她则开始让陈静家准备 同时自己也在家里 准备女儿的婚事 刘炎外根本没有想到 唯独在这件事上 下定了决心 她之所以不再反抗 任由父亲安排 是她和小婢女 在被关注时 商量好的主意 刘炎外 看管她非常严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两年她再没有 去拱州的原因 再这么闹下去 父亲不会放松警惕 比如这次 李泽明明来了家中 可自己却见不到 见女儿改变主意 刘炎外对她的看管 也放松下来 使她得到了机会 在成婚前两天的夜里 和小婢女翻墙而过 奔拱州而去 三 深夜里黄牛拱地 危机过李泽德期 如今的她 除了一处宅子 别的再无东西 她守校时 已经明白了爹的苦心 让她读书 她不用心 让她学做生意 她却拿着钱出去玩 如今没了父亲 她竟什么 也不会干 连吃饭都成问题 在此三年中 她看上了染房生意 染房算是不匹的钱加工 之前有很多家染房 跟他们家合作 她可以从此入手 人们常说一句话 叫人走茶凉 以此来说人情冷暖 李泽也的确碰了不少币 最终有家 染房同意 给她提供本钱 不过要用家中的宅子 做抵押 暂时拥有了一家小染房 开始学做生意 但仅仅开张了三天 突然就闯进来一群人 为首的是刘元外 和一个陌生年轻人 刘元外愤怒 年轻人丑陋 这些人二话不说 上去就将李泽捆绑 刘元外说 他拐了自己家女儿 同时也非常冤屈 自己连刘元儿的面都没见 弹和拐走 原来 为女儿准备好婚事的刘元外 发现女儿和小婢女 在半夜失踪 和陈静商量后 认为刘元儿是和李泽私奔了 他们带着人来找李泽 还要把刘元儿给带回去 他这些日子 一直吃住在染房里 有染房里的人可以作证 一无所获的刘元外 和陈静带着人性性离去 不过在走时 陈静却悄悄和染房 一个伙计嘀咕了好久 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当天夜里 刘元儿和小婢女 找到了染房 此时衣服脏乱 十分狼狈 李泽在震惊中得知 刘元儿和小婢女 在三天前已经来到拱州 聪慧如他 知道父亲肯定会带着人来寻找 就和小婢女先躲了起来 就躲在李泽之前 在墓地里搭的棚子里 如今父亲离开 李泽感动得直流泪 刘元儿性子刚烈 竟做出了这样的事 他如果再不娶 那还是个男人吗 刘元儿没有别的要求 况且他也不能回娘家 李泽不需要被聘礼 只要李泽摆几点简单的酒席 李泽点头答应 家中宅子收拾了一下 摆了酒席 两人大婚得逞 刘元儿终于嫁给了李泽 可谓是历尽苦难 一波三折 新婚业 李泽痛哭不已 他家中突变已有三年 这三年来尝尽了人情冷暖 是要嫁给他 如果是以前李家富裕之时 可能不显什么 可如今李家一贫如喜 刘元儿仍然痴心不改 李泽的感动无以复加 婚后三天 李泽起夜 到了院中时发现 老黄牛非常焦躁 来回转圈 他心中感觉奇怪 三年时间过去 这黄牛愈发苍老 多数时间都是发呆 他为父亲守孝时 只有黄牛和他为伴 他早把黄牛当成了亲人 时常跟他说话 也不管他能不能听懂 怎么了老黄 他过去抚摸着牛脑袋 借着月光 他大吃一惊 黄牛怎么哭了 莫不是觉得拴着他受了委屈 原来他多数时间都不拴黄牛 因为黄牛的性子原本就温顺 不会乱跑 加上家里也没有别人 没必要拴 现在是新婚期 他怕黄牛会吓到刘元儿和小婢女 如今见他流泪 心生不忍 伸手将绳子解开 刚解开 黄牛就向院中角落里走去 对着地上乱拱 玩吧 别忘休息 说完后的李则欲回屋 却听到黄牛嘴边有响动 他心中好奇 过去一看 包袱里全是财物 他看着这些财物不知所措 片刻后就喊醒了刘元儿和小婢女 三个人一商量 断定这包财物是大货 是有人准备栽赃 李则在这边没有仇人 那栽赃的人就是流源外或者沉静 简单思考后 然后将黄牛拱出的土田时 带着刘元儿去休息 如果索料不错 白天就会有人上门 果然清晨时门被拍响 一帮人闯了进来 为首的正是陈静 陈静盯着李则冷笑 眼睛里满是怒火 刘元已经嫁给李则 从小到大 他想得到的东西还没有失去过 刘元儿这样娇滴滴的美人 为什么看不上自己呢 要嫁给这个家道没落的穷小子 陈静身边有人指着李则高喊 说偷东西的就是他 陈静说自己丢了东西 有人看到是李则所偷 李则就会倒霉 李则当然否认 陈静却冷笑连连 他和刘元外走时不甘心 叫住染房的伙计 许给钱财 让他监视李则 一旦看到有女子来找就告诉他 刘元儿果然来找 伙计就去告诉了陈静 陈静明白 直接去要人 他要用别的手段 所以他让人将财物 埋在了李则家墙角处 再带着人来搜赃 李则想跟他斗 还差得远 带着人胸有成竹开始搜 可却什么也没有找到 他十分愤怒 眼神阴沉盯着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十分惊慌 为什么却挖不到 那可是一笔巨额财物 如果找不到 陈静不会放过自己 究竟在哪里 赶紧找到 陈静低吼时 李则却笑了 陈公子 是不是找不到了 你当然找不到了 因为他埋东西时 我的牛看到了 说他的确是想把东西埋在此处 但挖好坑后 又起了贪心 将财物装在身上带走了 陈静听后 想要假装不知 什么牛看到了 什么牛告诉他了 牛岂能说话 但他身边的人太过害怕 另外也感觉冤枉 就指着天大吼 我对天发誓 的确将陈公子 交给我的东西 埋在了此处 却不知道 为什么不见了 他的吼叫被众人听到 陈静待在了当场 这次换成了李则冷笑 陈公子 不知道你让他把东西 埋在此处 是想干什么 是想栽赃 陈静脸色铁青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一次偷鸡不成十把米 李则此时将东西拿出 有陈静身边人亲口吼出 他当然不会有事 反而是陈静被定成了栽赃 此时过后 陈静再没敢来找麻烦 留园外也没有来过 因为有附近这座山寨 如今他成为一家之主 收起顽心 他做生意的天赋开始施展 仅仅是两年之后 他的染房开始壮大 五年过去 已经成为拱州最大的染房 他开始将生意向外延伸 并且将染房和布匹联合在一起 做生意的同时 他没有忘记刘炎儿当年不嫌弃之恩 之后的岁月 不管治下了多少家业 始终没有再行内窃 和刘炎儿恩爱一生 留园外最终还是原谅了女儿 当然了 也有李则生意做大的原因 父女两个重归于好 黄牛在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去世 就在同一天 李则为第一个孩子取名李黄牛 以示纪念 黑嫂说 这是李则和刘炎儿的故事 但黑嫂认为 主角应该是刘炎儿 李则的人生算得上坎坷 毕竟以前家境富裕 对于一个从小就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的人来说 这简直就是踏天大祸 但他坎坷的命运 因为有了刘炎儿 变得十分精彩 他在最困难时遇到了刘炎儿 这是个形式果敢 且重情重义的姑娘 他对李则倾心 相比李则来说 他更加受苦 父亲相逼李则不去争取 可他没有放弃 甚至不惜逃跑去找李则 最终还是嫁给了他 两相比较 李则反而是被动一方 他没有主动去争取 刘炎儿冲破了父亲设置的牢笼 避开了钱财的诱惑 甘心并且坚决要嫁给李则 至于后面李则生意做大 开始富有 刘炎儿也成为了富太太 这难道不是他应得的吗 不要去随便羡慕和嫉妒 某个女人嫁对了人 先想想 他之前受过何等样的苦 故 似刘炎儿这般的姑娘 才更值得我们佩服 您觉得呢 幼年苦命 被人丢弃于河边草丛中 在河边靠百度以及捕鱼为生的陈罗锅 将他救起 陈罗祸天生驼背 被人戏称罗锅 也因此没能娶上妻子 一直一个人生活 很是枯燥 如今捡到一个孩子 用自己的姓给他取名陈和生 陈罗锅在村中有两间破屋 但由于自身有点毛病 使他养成了怪异的脾气 索性不回村里 就在河边搭了个茅庵居住 陈和生跟着他在河边长大 自小便练就了好水性 也撒得一手豪网 民间说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这么一条大河 养活了不少人 沿河村里有不少人都靠捕鱼为生 这些渔夫打出渔后 有些人会在河边等着买 主要是想涂个新鲜 由于捕鱼者众多 过来买鱼者也多 渐渐在河边不远处 形成了一个不是急事的急事 整日里热闹非凡 十八岁的陈和生皮肤有黑 身体健壮 虽然明知道自己不是陈罗锅亲生 可养恩大于生恩 他对父亲很是敬重 就在大家都说陈罗锅有福 他却突然病倒 缠绵病态一月有余 竟撒手而去 陈和生伤心欲绝 披麻带笑 师父一般将后世料理 陈罗锅的渡船和村中房屋 也自然成为了他的 没有任何人反对 父亲去世半年后 已经是秋末 天气渐渐寒冷 看看河边 也没有人乘渡船过河 他躺在茅庵里发呆 想过去父亲在世时 那些快乐的日子 外面突然传来惊呼声 声音越来越大 他好奇身脑袋向外看 见一个人落水 此时已经被冲到了河中间 随着水流沉浮 但由于水流湍急 人们都不敢下水 越是久在河边讨生活的人 越是知道这些水的无情和冷酷 他们清楚知道其中的凶险 一旦被水中漩涡吸住 或者被水草勾缠 任你多好的水性也白瞎 陈和生则根本没有犹豫 毛腰几步变到了河边 纵身越近河中 尽管他水性很好 但等拦截到落水者时 他已经感觉到了身体沉重 游泳最是耗费力气 没有强健的身体 断然不敢下河救人 陈和生并没有急着拖动落水者 而是绕到了此人身后 不过他根本没在意 从后面伸手抱住姑娘 向岸边拖游 反逆水者 最容易抓住东西便不放手 甚至会用力将腿盘在施救者身上 面对面施救是最不可取的 一旦被对方抓牢 体力耗尽 就会双双溺亡 故 陈和生从小就在河边长大 对此了然于胸 饶是他身体强壮 可把落水者拖到岸边也费尽了全力 自己躺在岸边呼呼喘气时 和两岸的围观者都叫了一声好 转头看落水者 这是个容貌娇好的姑娘 此时他脸色惨白 昏迷不行 深吸了几口后 他先是暗动姑娘 想要赶水出来 不见效果后 索性将姑娘双腿 搭在自己肩膀上 让她头搭在自己背后 在河边踮脚跑动起来 连跑了半柱香功夫 姑娘嘴里不断向外涂水 最终开始咳嗽 姑娘咳嗽伴随着呕吐 好一阵方才停歇 却又直接昏迷过去 沉和声响了响 还是将姑娘搬进了自己的茅庵之中 此时天气已经转凉 不能让他一直躺在地上 姑娘在醒来时 天已经快黑了 沉和声炖好了鱼汤等着他 姑娘端起鱼汤想喝 刚到嘴边就皱眉玉土 看得出他仍然很虚弱 沉和声不善言辞 蹲在地上逗弄何归 姑娘艰难站起 对着他轻施了个礼说道 救命之恩 必会终生铭记 他说罢便出了毛鞍 沉和声以为他走了 救了人家 人家已经道过谢 还挽留什么 不料姑娘出去 片刻便又回转 满脸通红看着他 半天 沉和声才闹明白 人家出去是急欲小姐 可是天虽然快黑了 但和两岸还有不少人 光秃秃的 也没有个遮掩的地方 沉和声不是轻浮之人 仔细想了想 将姑娘带到毛鞍后面 自己又抱了两捆 芦苇挡好 这才使姑娘得到解决 此时天已经黑透 姑娘虚弱地坐在毛鞍前面 嘴里说着感谢 还说了一些自己的情况 她是个有走卖艺的 换作青霞 前几天赶路 看到一帮人欲劫掠一个客商 忍不住出手破坏了对方的好事 结果被这帮人报复 一直追到了这河边 还将他抛进了河里 如果不是陈和声 他定然已经淹死河中 柳青霞喋喋不休说着 柳和声正在纳闷 他突然向一侧 倒在了自己身上 只觉得他全身发热 这是被冰冷的河水给激病了 再次将柳青霞抱回屋中 盖上厚厚的被子帮他发汗 如此柳青霞因为落水跟他结石 又因为生病 在他的毛鞍中住了下来 渐渐好起来后 陈和声感觉这样还挺不错 每天有个说话的人 不会那么孤独 奇怪的是 柳青霞也没有说要离开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住着 以前陈罗锅百度时 由于他脾气古怪 大家都不怎么跟他接触 后来陈和声长大 很多人喜欢他 此时见他救了的姑娘 一直住在这里 有些好事的婆子便有心为陈和声保媒 陈和声闻言感觉不可思议 同时也觉得匪夷所思 人家姑娘是落难被自己搭救 岂能成就姻缘 这不是白日做梦吗 柳青霞听了婆子们所说后竟然同意了 他觉得自己这样到处游走着脉意 也是受苦 所以同意嫁给陈和声 陈和声感觉自己的姻缘 如同做了一场梦 既然人家柳青霞同意 他当然没有不同意的道理 只是如果成亲 这里四面透风 八面透气 里面所有 能被来往之人尽收眼底 怎么住 所幸父亲以前在村里有两间房子 虽然多年不住人导致破旧 可至少有地方住 陈和声将房子收拾好后 便在这里和柳青霞成婚 柳青霞不挑 有个落脚点就不错了 且陈和声于他有救命之恩 他还挑什么 如此 陈和声白天去河边百度家捕鱼 晚上便回家里来住 柳青霞极少出门 将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谁看了都要叫声好 并且羡慕陈和声运气好 且贤惠持家 这样的好运可遇而不可求 眨眼间 二人成婚已经一年 夫妻婚后恩爱 陈和声干尽十足 柳青霞说家里吃水不方便 需要到村外一里远的地方去挑 他平时在河边忙 都是自己忙活 实在是累人 也感觉这样太受苦了 经过柳青霞提醒 他决定在自己家院子里挖口旱井 这个决定让村里人吃惊 挖旱井那是容易的吗 需要人工向下挖 边挖还要用石头或者砖头 扎成一圈 旷日持久且耗费巨大 岂是一个人能挖成的 认为只要自己勤劳 天天抽时间便挖 这井岂有挖不成之理 柳青霞也认为他所说的有道理 况且挖成了井 以后孩子也能用 是件极有力的事 如此 陈和声马上去河边买工具 河边摆摊者众多 挖井需要的是敲 搞之类的铁器 河边并没有 他只好又去急镇上买 等买完要回转时 看到一边有卖簪子的 身上还有钱 便凑过去想给柳青霞买一只 正在询问价格 突然听到一边有人在说话 转头一看 摊子边有两个人 正在跟册字先生聊天 你都来了多少天了 既然知道他落水后被人所救 直接捉了不行 一个眼下有低泪质的人抱怨 册字先生却微微一笑说道 以他的脾气 就算是捉了 他要不想交出来 三个人陷入了沉默 陈和声这时候已经买下簪子 转身便走 他边走边思索 刚才这三个人说什么 他落水后被人所救 这不是自己妻子柳青霞的遭遇吗 假如他们说的真是自己妻子 那他们说的直接捉了 是什么意思 还有 是什么东西 难道柳青霞身上还藏着什么秘密 带着这些疑惑回到家 边收拾那些工具 边随口说道 青霞 你以前有走卖艺 都表演些什么 是不是结识了不少仇人 柳青霞一愣 因为不管是成婚前还是成婚后 此时突然发问 道教他有些措手不及 短暂的沉默后 柳青霞脸色变得哀伤 声称过去的事自己不想再提 陈和声见他伤心 也便没有接着向下问 同时也没有说在急阵上听到的话 万一人家所说的并不是柳青霞呢 河边有落水者并不稀奇 也许说的是别人呢 从这天起 陈和声开始了捕鱼 百度 挖井的生活 挖井是个大工程 而且开始时最难 一个月后他方才挖出一人多身 这天从河边回来 天已经黑透了 按照柳青霞的意思 这么大的火 不能急于一时 陈和声却并不累 叼着油灯下了井 在里面拿着稿向下挖 刚挖几下 突然就感觉碰到了个硬东西 他所在的院子里不该有硬东西 首先这里没有石头 然后父亲家里 世代贫穷 地下也不该有砖 那这是个什么东西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将上面的浮屠铲净 地下的东西终于露了面 入眼黑乎乎的 上面还有不少坑洼起伏 就像一张黑脸上 生出了不少大小不已的麻子坑似的 用稿去碰 叮当作响 这让他更加好奇 把周边的土全部铲净后 这个东西露出了真实的面目 这是一块有黑的石头 上面布满了小坑 这些小坑分布排列 竟形成了两条蛇的样子 而且这是天然形成 端的是巧夺天工 对黑石头失去了兴趣 弯腰欲抱起石头扔出去时 发现这石头极重 毫不夸张地说 比同样大的一块铁还要重几倍 这让他不知所措 抱着石头左右闪动 可想要抛到外面 却是不易 毕竟已经挖出了一人多身 正陷入焦躁的他 突然看到柳青霞从屋中出来 手里还牵着一对如玉的孩童 两个孩童跑过来喊爹 乐得他眼睛成了一条缝 从井中一跃出来 柳青霞已经做好了饭 一家人围桌而坐 吃完饭后 又坐在院里树下乘凉 两个孩子在边上绕膝而跑 不时传出娇憨的笑声 这样的生活透着幸福 谁看见了不会羡慕 正咧嘴而笑 脸上却被人抽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将他抽醒 这才发现自己 根本没有在树下乘凉 身边也没有孩童绕膝玩耍 怀里抱着那块黑石头 刚才的一巴掌 是柳青霞给他的 见他醒过来 柳青霞低声喊道 快把石头扔出来 不要抱着 甚至不要接近 陈和生感觉莫名其妙 同时不舍地扔掉 刚才抱着石头的感觉 太舒服了 有娇妻聊天 有孩子嬉闹 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呀 见他不扔掉石头 柳青霞急得直跺脚 可自己并不敢碰那块石头 而是焦躁说道 你扔掉石头 不要陷入幻想无法自拔 他对柳青霞的话不以为然 娘子 抱着便有种舒服的感觉 不信娘子也可以抱一下 我看这是快忘忧时 柳青霞沉下了脸 你莫不是命肯相信 一块石头也不相信我 陈和生见柳青霞真生气了 这才费力将石头抛到了外面 石头离开手 使他非常难受 他也没有心思再挖 手撑着井炎出来 脸上全是失落 柳青霞却不理会这些 而是找了根绳子 套在石头上后 自己拉动着石头 放到院子角落里 做完这一切 他转头看着陈和生郑重说道 等天亮后便拉出去 找地方深埋掉 此时会惹灾祸 对谁也不要提起这件事 柳和生感觉 妻子太过神秘 同时也太过小心 不过是从地下挖出的一块石头 干嘛要这么大惊小怪 干嘛要如临大敌 这石头怎么了 拉着他回了房间 不断搓洗他的双手 使他更加莫名其妙 次日天亮 他睁眼便又感觉到了失落 一想到 妻子要让自己扔掉那块石头 心中的失落感更加重 眼珠转了几转 他想出了一个主意 柳青霞起床后 上面又用杂草仔细盖好 方才跟陈和生说道 找个没人的地方埋掉 任谁也不要让看 同时你自己的手 再不能去触摸这块石头 明白了吗 陈和生忙不迭点头 把铁锹装上独轮车便出发了 他刚才拿定了主意 还要让自己扔掉 那么自己便假装答应他 然后在外面找个地方 把石头放起来 反正自己每天都要出来忙活 他不能一直跟着自己 自己也好时不时抱一下石头 找找那种舒服和忘忧的感觉 他心里打着如此主意 而是绕了个圈 又到了自己家院子后面 这里有一堆高粮接感 他想把石头藏在里面 将独轮车停好后 他也不去提绳子 直接想用两手抱石头时 后面响起一个冷冷的声音 你果然是想骗我 想把石头藏在这里 看着一脸怒气的柳轻霞陪笑 娘子 这只是一块石头 你为何如此认真 你究竟在怕什么 况且 他的话上没说完 柳轻霞众重叹了口气 盯着他的脸慢慢说道 罢了 家中没有喂养其他家禽 也没有家畜 你快找一只河龟来 就你时常逗弄的那只就行 见妻子让自己重新把石头带回家 他乐得眼睛成了一条缝 也没问他要河龟干什么 将石头带回去后 便找来了那只河龟 这是他两年前在河里所捉 一直喂养着 手指提着他的龟壳 放到了石头上 河龟被提着壳 不住乱动 可刚放到石头上 他便老实下来 紧紧贴着石头 恨不能钻进石头中 并没有什么异常啊 陈和生疑惑地看向柳轻霞 柳轻霞淡淡说道 这几天不要去捕鱼了 就看着这只河龟就行 第一天 河龟紧贴着石头 第二天 他开始在石头上 不住爬动 显得极为兴奋 就像在石头上 手舞足蹈一般 第三天 仍然还是兴奋 第四天 他却老实下来 许久才活动一下身子 第五天 第六天时 龟壳掉落 陈和生看到 他身上的肉 已经出现了腐烂 这让他非常震惊 惊骇地看向柳轻霞 你看到了吗 和龟前三天都非常舒服和开心 到第四天 开始出现变化 实际上 从那时候开始 第六天时 就已经把龟壳烂掉下来 你想想 可怕吗 陈和生不敢相信这一切 如果他抱着石头 难道也会这样 你如果迷恋这块石头 会比和龟撑的时间久一些 可最多半个月 你就会头发脱落 全身溃烂 痛苦死去 陈和生听得直咧嘴 这区区一块石头 竟有如此大的力量 这是块什么石头 还有 柳轻霞如何知道这些事 再联想一下 竟是他提议挖的 难道他早知道 会从地下挖出这块石头 如果真是这样 他越想越觉得可怕 看向柳轻霞的目光 也开始充满疑惑 你且照我说的去做 我会告诉你这是为什么 到时候你便一清二楚 此时他再不敢用手抱石头 也不敢再反驳柳轻霞 小心把茅草盖在石头上 正欲出门 这三个人他都在急镇上见过 一个是那个厕字先生 另外一个是那个有累质的人 还有一个则是那天 和他们一起聊天的人 厕字先生在前 三个人眼睛都直勾勾盯着独轮车 眼睛中射出欣喜和贪婪的光 哈哈 哈哈 你没有想到吧 你用落水来接近他时 我便产生了怀疑 你将藏石头小心保管 为了得到石头 不惜嫁给这个家伙 到头来 却给我们做了嫁衣裳 师父全下有知 一定会骂你是个不孝女 厕字先生 竟喊柳轻霞为师妹 什么藏石头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柳轻霞又是什么人 陈和生听的一脑子疑惑 可有一点他明白 这些人全是为了这块石头而来 就在他茫然不解时 柳轻霞突然动了 只见他一晃身子 伸手在墙上摸了一把 正是陈和生 平时捕鱼用的大撒网 撒网在空中散开 对着下面的三个人盖了下来 厕字先生就地滚动躲开 另外两个人 却都被大网盖住 两人努力挣扎 网却越缠越紧 最终两人竟被紧紧裹在一起 再不能动弹 就连陈和生也没有想到 柳轻霞竟不声不响 在院里布置了如此陷阱 柳轻霞动如脱兔 在墙上抹了一把后 就已经栖身到了陈和生身边 抓住他向后推 他踉呛着后退几步跌倒 如果不是柳轻霞将他推开 此时已经被铁毛笔给刺死 厕字先生见一招落空 他急忙抖手 铁毛笔上带着一根铁链 另一头拴在他的手腕上 他想要将铁毛笔拉回去 柳轻霞一脚踩在了铁链上 顺着铁链到了厕字先生面前 对着他的脖子一侧就扫了过去 厕字先生低头躲过 手腕抖动 铁链竟和地上的毛笔分离 打着卷缠到了柳轻霞身上 将他给缠绕了起来 哈哈 师妹 你自认为清除我的所有招式 知道我开始必定会对付你丈夫 所以你先救他 却不知道这是师兄的遗迹 他话说完 柳轻霞已经被铁链缠死 厕字先生闪电一样 拔起了地上的铁毛笔 对着柳轻霞毫不犹豫便刺了过去 柳轻霞闪身 铁毛笔刺在铁链的缝隙中被卡住 厕字先生进退不能 不过 厕字先生有恃无恐 他毕竟占着优势 正欲松开铁毛笔时 听后面传来一阵风声 他急忙转头 看到一把铁锹在眼前急速放大 铁锹皆是砸在他的脑袋上 他在原地晃了几晃 带着不敢相信的眼神晕死过去 你当我不在 他是我妻子 你当我不存在 柳轻霞激动万分 看着陈和生帮他松开铁链后 他赶紧将厕字先生用铁链锁死 这才就地坐下 眼中时而哀伤 时而激动 还有泪不停留下 爹 女儿终于为你报仇了 说吧 他转头看向疑惑的陈和生 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柳轻霞的确是这三个人的师妹 他不是什么慢义人 父亲是个憋保者 收了此三人为徒 他们三人得知 师父有一张藏石图 相传是远古遗留 他们三个想要得到这张藏石图 找到天兴时 为此 他们不惜害死了师父 也就是柳轻霞的父亲 在临死时 他将图交给了自己的女儿 柳轻霞带着藏石图逃了好几年 一直被三个师兄追赶 到了此地后 就在陈罗锅的家中 既然他找到了 后面三个师兄就会赶到 他想要靠石头捉住三个师兄 好为父亲报仇 于是 多方打听过的他假装落水 果然被善良的陈和生所救 他原本的打算是利用落水接近陈和生 至于陈和生 只是他的利用对象 可是一段时间接触下来 他却被陈和生的善良深深打动 同时也厌倦了逃跑的生活 他便嫁给了陈和生 此时 他的目标已经变成了两个 分别是保护陈和生 以及为父亲报仇 为此 所以 他假装说挖井 让陈和生在院里开挖 果然顺利挖出了天星石 此时乃天上陨石落入人间 带着强烈的置换作用 人如果抱着石头 会陷入自己最期待的幻境中 无法自拔 而后面 却又会全身溃烂而死 他们想利用石头来欺骗世人 天星石现世 陈和生陷入幻境 他自己不敢碰 是因为他害怕夫妻二人都被石头所困 到时候不舍地扔掉 他们就会倒霉 三个师兄闻风而至 却被自己设置的陷阱 先捉了两个 如此 这件事已经圆满 陈和生这才恍然大悟 什么忘忧时 什么天星石 这是快不折不扣的祸害 所以 在侧子先生三人被带走后 他按照柳青霞所说 将石头深深掩埋 并且此生不告诉别人 自己也从来不再去想这件事 柳青霞大仇得报 和陈和生安稳生活了下去 陈和生仍然当着自己的渔夫 生活平淡而幸福 陈和生又年不幸 被人遗弃在河边 幸好被陈罗郭所救 这才长大成人 在如此环境中长大的他正直善良 也引出了后面的一系列事 同时也抱得美人归 得到了娇妻 柳青霞开始时的确另有所图 可最终被陈和生打动 两人成就因缘 也算是水到渠成 至于天星石究竟为什么会致患 又为什么会致死 上面带有强烈的辐射 这些辐射使人陷入幻境 因为太过美好 人们愿意一直抱着石头 最终会因辐射而导致全身溃烂而亡 您觉得呢